华润电力收购金业集团问题资产包仪式再起争端 今天六位香港股东在北京召开了维权会 控告二十名现任以及前任华润电力董事 追究他们高价买金业集团问题资产的责任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我们北京的记者李雨晨来看看他的报道 雨晨你好 主持人钟好 那么这个华润电力小股东维权发布会是刚刚结束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会场的外面 那么今天在发布会上这些小股东代表 那也是在会上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其中就包括这个山西金业集团的资产被高估 这个华润未披露该项交易违反港交所规定等等 这些要点的都是非常令人受人关注 那么此外呢今天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这个小股东的代理律师 陈若健律师 有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 陈律师目前咱们这个案件都进展到一些什么样的程度呢 今年的三月份我们接受了小股东的委托 在今年的七月五号已经正式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 根据法院的这个通知 可能第一步是在2013年的八月五号会有第一次开庭 目前的诉讼呢是说 请求法院批准我们小股东以这个公司的名义 去代位起诉这个董事 如果得到法院的批准的话 我们会再提起第二步的诉讼 第二步的诉讼就是 小股东代位以公司的名义去控告 目前的这前三届的20多位董事 而如果一旦这个胜诉的话 该等董事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那么现在我们手里有没有掌握一些什么样的证据 或者说有没有向香港政府或者香港法院提交一些什么样的证据 现在因为现在是刚刚起诉 还没有进入这个实体的证据交换的阶段 现在我们在向香港法院起诉的时候 已经提交了一个初步的证据 初步的证据现在最主要的是三份 一份是当时的交易合同 另外两份是当时的这个评估报告 所以现在这个是目前的初步提交给香港法庭的证据 当然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相信并且通过香港法院的这个证据交换的程序 因为华润公司包括他们的董事 他们有义务向法庭提交更多的他们内部的一些文件 我们相信从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证据 包括问题 那么目前我们这些小股东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呢 就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申诉的话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现在小股东的诉求非常简单 他们现在诉求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首先是就是目前提起的这个诉讼 他们希望得到香港法院的这个批准 能够向这个代位以公司的名义去控告这些董事 完成这一步之后 他们会进一步的以公司的名义去控告董事 当然如果这个案子申诉的话 他们最终会让这些董事承担他们违反了他们的这个 这个勤勉尽责的这个董事义务的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里头既包括他们的个人的民事责任 也可能会包括如果公司有损失的话 也可能会包括进一步的民事的赔偿责任 好的 谢谢陈律师 那么此外呢 今天在发布会上 小股东代表李肃呢 也是代表这些小股东的发布了一些他们目前的一些目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怎么讲 因此呢 我们就认为呢 不管追究谁的责任 还是到最后要怎么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通过这场诉讼 把情况弄清楚 最终的目标要维护这公司的权益 要维护小股东的权利 要把这个流失出去的资产 包括国有资产和包括我们小股东的资产 要追回来 所以这就是目标